他需要一個item的template,他一個範本才能夠正確顯示出來 範本部分後面我們再講,如何制定範本 那這裡的話有個重點是 控制項這個list view的控制項的範本其實沒有像那個其他控制項 他有缺點的 就是說他不像是像greenview或者像data list view 裡面有自動格式化的功能 就是說呢,已經套好了,那list view的話呢,他的自動化 數量 非常的少 可以選擇的形式並不多 所以這個是他的缺點 但是就變成說你自己要去制定一些範本,如果你覺得他提供的範本不好的話,你變成要自己制定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剛剛 提出來,所以有些地方呢,還是 需要做改善 相關的設定,這邊有一個設定的功能 那裡面的話呢,你可以去控制那個 多筆 做分頁顯示 相關設定,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利用實際上來處理,會比較清楚一點 另外的話呢,如果說你要對資料做什麼 做那個 編輯 跟插入 還有刪除的功能的話,那你可以從這邊做打勾的動作 打勾動作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可以啟用他 OK,那其他的話,類似像 那Tember的範本,我想跟 設定的方式也類似剛剛的部分 所以這地方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還有呢,一樣他需要有什麼呢 需要一個這個 Data Source 做連結 這部分的話,我們需要一個資料 那Data Page的部分的話呢,等一下我們也來看 所以第一個的話,請各位先試著 看一下這個九字二葉這個範例 這個List Show,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他這個控制項呢,最基本 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 那首先的話,我們把它打開來 大概了解一下他裡面 這個範例裡面的有哪一些東西 首先的話,上面有一個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部分的話呢 裡面呢,我們放了一些資料 資料的部分呢,是用那個 SS部分 裡面有個class,學生基本資料 那當然各位可以把它改 改成其他的資料 或者其他資料 那這邊的話,裡面 我們把這個地方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我想要把它秀在網頁上面的話 比如這些 包含座號一直到電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用在底下加上一個 List Service 1 那這個List Service 1把它拖拉過來之後